一金金是少林寺传承千年的上乘功法 誓言奥接到寺院的任务 要将其口传新寿给年轻武僧 一金金确切地说是少林寺高神的内功修炼法 少林寺练什么武功 打不到顶峰的时候 同国人联系的一金金 他的功法紧张得很快 突飞蒙进 一金金流传到社会中间 也有很多半本 少林寺他有少林寺的练法 内功心法很重要 他是要考师父的寇传十手 他的一口气就是说 从庸圈学一下 踢上去除了独美一下 能达到独美之外 看着是很简单 其实简单易血 但是练的时候是难练 七术必先悟道 誓言奥奥 需要在众多武僧中 选择六名有悟性的拳棍高手 清传少林绝学 一金金金 共和十某人东连 通过了很长时间 甚至十年二十年 这种无数基础 达到一定时候了 当中就是把他一金金 慢慢的一点一点的 传给你 他主要是从内功上能帮助 通过连内功 达到劝他有忽怨之力 有船头力 一金金的一 代表着变通和改换 习练这套功法之人 必须偷破身心的极限 改换筋骨 在誓言奥的颠簸下 六位武僧 习练一金金之前的基础训练 逐步展开